作词 李宗盛 爹 我知道 你是为了佟家操劳过度而死 我才不信那个佟少伟的谎话 我绝不允许他在你死了之后 还污蔑你 不过您现在可以瞑目了 什么同济秀庄 同富老宅 现在统统回到 咱们老杨家的名下 没让您失望 多好啊 这房子 所有的一切 都属于我 我偶心长短几十年 费经心计把办 该属于我的东西都夺回来了 可现在就想着 把这一切都给我最爱的人 可他却偏偏跟我说 他真正需要的是对他 视而不见的佟少伟 你傻瓜蛋 傻瓜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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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同少伟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我要永远把你踩在脚底下 一脚踩死你 好 请进吧 走走走 来 好好好 进去看看啊 进去看看 走走走 进去看看啊 谢谢 谢谢大家了 请进 来来来 童记秀川 对 就是原来的童记 请 请进 请进啊 请进请进 进去看看 你去哪儿啊 哥 哥 现在忙着呢 让他去散散心吧 也好 你 你根本不算个男人 你一切都靠女人 女人生了你 女人养了你 女人替你赚钱 我给女人替你出头 你他妈算个屁 我干吗 你多没有 我要 sor陪我 你都会再来 你 之后 我去不清 那你 我好 就 你 告诉你 你们的绣药啊 今晚就能做出来 欢迎以后再来啊 好 谢谢 再见 没想到咱们把店 开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第一天能卖这么多 我也没想到 这以后生意已好起来 恐怕我一个人 还忙不过来呢 有我呢 这复杂的刺绣你来 简单的打底工作什么的 可以交给我呀 对呀 有你真好 谢谢 这佟少伟又跑哪儿去了 公子哥的脾气还是改不了 真不让人省心 他本就是个 兴高气傲的人 这些事他一下子接受不了 没关系 慢慢就好了 亚青 你就是脾气太好了 这要是王朝荣敢对我这样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你先忙 我去看看他晚饭做得怎么样了 一会儿过来吃啊 我走了 你就是杨老板杨开胎 你就是杨老板杨开胎 杨开胎 杨开胎 是 我就是 我叫中田 是日本驻荣城领事馆总领事 是日本驻荣城领事馆总领事 好 请 请 早就听说开胎绣装是容成最好的手工绣装 果然名不虚传 好 谢谢夸奖 好 刺绣是中国的传统艺术 在我们日本也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但是两国的艺术风格各有分钟 我作为日本的驻华官员 非常希望看到中国销售我们日本人的物件 所以我觉得可以通过刺绣的艺术 来进行民间的艺术交流 杨老板 意想如何 好啊 这是好事啊 好 既然杨老板也认为是好事 那我代表日本方面 聘请你为中日友好的亲善大使 来促进我们中日友好的文化交流 这个事可是关系着 这 这两国交流的大事 开的只是一个绣装的小老板 何德何能 这样 中田先生 您可以到我们刺绣协会 跟他们商量这个事 到时候有什么我能效劳的 您尽管开口 看来 杨老板 对我的提议不是很感兴趣啊 没有 不敢 不敢 没关系 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 一回生 两回熟 我相信等我们熟了以后 你就会更加了解 我对中国人是没有敌意的 请问这个要多少钱 中田先生既然喜欢 您就拿去好了 好 不行 做生意怎么能不收钱 我拿了你的东西 怎么能不给钱 拿去结账 是 杨老板 后会有期 好 回来了 去哪儿了 在张太太家 打了几圈麻将 我还以为 你去给佟少伟捧场了呢 什么 来 喝一杯 少伟怎么了 你真的不知道啊 她在承西 新开了一间绣庄 名字叫做铜继 用的 还是之前那块老饼 有意思吧 你什么时候想去看看 我可以随时带你去 不用 谢了 今天中田来绣庄了 中田 是啊 他是 在戎城的日本人的头 要请我 担任中日友好亲善大使 那你答应了 我怎么敢 现在跟日本沾边的东西 都危险 我就是担心啊 我是担心日本人 不会善罢甘休 那还能怎么办啊 我还没想好啊 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也许 绣庄的生意可以暂时停了 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真到这个份上 也只能这样了 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我困了 我困了 这会儿外面不太平 别总一个人出门 我困了 谁啊 我困了 这 这是干什么呀 把枪叫出来 什么枪 你杀人的枪 我真不懂你说什么 你这么聪明的人 竟然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好啊 那我现在就让你听懂 怎么样 听懂了吗你 你还想要杀我老婆 你还想要杀我老婆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我想说什么 我就想问你 你为什么要杀了我老婆 我 我没杀你老婆 行啊 死到临头还想狡辩 你忘了吗 我当初是怎么求你的 我当时啊 求你帮忙 给我找找克鲁伯手枪 你怎么说呀 没见过 说得跟真的一样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这枪明明就藏在你这儿 还有 我已经找人检查过 你杀死唐福禄的枪线 跟我查到的这把枪一模一样 你怎么解释 不是你干的 还能是谁 我可以发誓不是我 你听我解释好吗 好 好啊 我今天就听你解释解释 来来来来 反正我今天有的是时间 那爷爷我 就好好地跟你玩一会儿 说 好 习山啊 我干嘛要杀你夫人 杀她对我有什么好处 因为你杀了她 才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控制我 我控制你干什么呀 咱俩合作以后 你是不是过得比以前更好了 钱赚得更多了 你比以前更快活了对不对 陆亚青 你原本是想杀陆亚青 可是没有想到 我老婆就偏偏跟她坐了同一辆车 是不是 陆亚青是个聚宝盆哪 我是个生意人 我怎么可能舍得杀她 西山 你这人一向敬你 你脑子最快 你想想就明白了 到现在你还想狡辩 还想狡辩什么 西山 西山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杀陆亚青 你少在这儿跟我废话 我告诉你 今天这枪你交也得交 你不想交出来也得交出来 如果是我黄喜善做错了 对不起 我黄喜善给你道歉 咱们俩还是好兄弟 但是如果 跟我想到的一模一样 今天你就要去跟唐俘虏做伴地 喜善喜善 咱俩是好兄弟对吧 我还指望着你 大展鸿铜呢 你可别因为这种无端的猜疑 毁了我们俩之间的这份感情啊 说继续说 还兄弟 还感情 不 呸 杨开泰 要不是为了你兄弟的这份感情 我会死了自己的老婆 被你骗得这么什么 所有人都知道 你这心里便要多阴暗 每个人 为什么都要躲着你 好啊 还想玩我是吧 我告诉你 别再给我吐吐啦啦的 要不然也不跟你玩了 你信不信老子 现在就废了你 喜善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枪在我这儿 认真 认真 黄老板 拿去吧 好好瞧瞧这是什么 给我带走 走 黄喜善 快点 枪已经给你了 你还想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以为我黄喜善还会相信你啊 去我那儿待两天 咱们兄弟两个好好地交流交流感情 对了 李小姐 你不用担心 那边好吃的好喝的 我都给他伺候好了 你就放心吧 他就是一辈子不回来 也跟我没关系啊 李念真 李念 带走 上 黄喜善 你给我想好了 黄喜善你得想想